大家好,我們是阿美與盟點 那今天的短獎我們主要是做我們這三年來的盟點的經驗分享 那這個是我們的文字稿 大家好,我們現在已經變成我們每次短獎的時候都會放到 阿美與的字幕,然後也希望讓大家看一下我們的阿美與其實是可以 除了做生活用語之外也可以做演講用語 我們的起點是在2015年的時候 臺灣臨時政府第十次的資料科學黑客松 他希望可以把那個方米英傳教士的字典做一個數位化的一個案子 那下面是給大家看就是那個方米英博士他那個時候做的那個紙本 他是在民國五十幾年坐等 那後來妙士雞把他就是放到那個text上面 然後就想說請大家可以來幫他 但他剛開始提的時候其實沒有什麼人想要做這件事情 因為有點無聊 然後再來是大家會很害怕因為不太懂阿美與 那後來就是 因為因緣巧合之下來到黑客松 然後看到就是尿司雞的這個提案之後呢 他們兩個一拍集合的 就先把阿美與方米英的字典放到那個 我們的FB上面 用群眾外包的力量 然後將已經掃描的紙本 切割成一萬多條 然後用軟體辨識之後呢 就做出了鄉民OCR的運動 因為剛好那個時候很有趣 是遇到了學運 然後大家忽然之間 公民力量的崛起 所以我們在53個小時之內呢 辨識完了 方米英的詞條 然後一個月之內呢 就開始做工人教科 那剛開始做的時候 其實竹人非常的驚訝 因為他們沒有想到就是 在做字典 那個字典的校隊可以用 就是數位的方式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放在 臨時政府的時候 竹人就有一些蠻有趣的 就是回覆啊 就例如說我已經參贓了 然後還有就是說 這樣的稿法 那所有的那個冰尾語言 其實可以用這個信息 來做一些數位化的方式 那我們那個時候有自己 在做一個就是 就是Data的那個 Data的那個 Data的那個看 看那些IP 到底有誰在做 那可以Budget就是 其實蠻多人在做的 很多人甚至 甚至有44個IP 是已經做1000次以上的 然後比較有趣的是 其實在做的時候 竹人沒有很多 但是呢 因為它的第一次建構之後呢 讓其實年輕人Budget就是 在我們不懂語言的狀況之下 外面的人來幫我們做 其實我們更應該的就是 回來看看自己的語言 到底在做數位化的過程 我們在這個過程裡面 可以學到什麼東西 那目前我們蒙典有這幾個版權 那方米英博士的已經做完了 然後現在主要在做 三世凡博士的一些就是些微的微調 那潘世光神父的兩部字典 阿漢的我們已經二教完成了 那阿法的就是 我們還是需要就是 請大家幫忙 因為阿法除了要 要懂阿美語之外 也要懂法語 所以這個部分就會變得比較麻煩 因為潘神父已經過世了 所以可能之後 我們會需要就是 如果大家要懂法文的朋友 我們可以一起做 然後除此之外啊 我們在想就是 阿美語除了把它做成 APP數位化之外 我們還能夠做哪些事情呢 後來我們發掘就是 原住民族基本法 有阿美語的版本 那去年呢 我們在粉絲頁上面 有公佈最新的 就是最初的2005年版本 但後來呢 因為有修過了幾次版 所以我們 後來回過頭來 我們又請那個 蔡宗涵博士 來就是幫我們去 重新再Check一遍 就是阿美語的 現在最新的原機法 到底有哪些 知會是修改修改過的 然後我們希望 希望呢 就是讓大家來念念 阿美語的原機法 因為非常 非常可惜的是 原機法已經到現在十幾年了 但是呢 只有阿美語的版本的原機法 其他十五族的原住民語言 是沒有原機法的那個族語版 所以我們請蔡博士幫我們 就是錄每一條的發音 然後希望是 今年在2月21號的時候 我們推出 阿美語版的原機法影片 然後希望可以促進大家 認識原住民的族語跟原住民族基本法 更希望族人可以反思自己語言的能動性 那我們這個活動會一直持續到今年的8月1號 因為8月1號是世界原住民日 然後也希望可以就是讓大家看一看 就是 嗯 阿美語 它是有無限的可能的 除了生活用語 然後演講之外 它也可以念法條 那 除此之外 我們今天還需要徵求前端工程師跟後端工程師來配合小謝 幫我們做那個阿美語APP的一些調整 那 如果大家對阿美語或是世界南島有興趣的話 也歡迎大家來跟我們交流 嗯 然後就 謝謝大家 那大家如果有問題的話也可以用我們 謝謝 聽嗎 那個很感謝他們啦 那之前我那個選區也有問題的時候也都得問他們 因為那個原住民族的選區很複雜很困難 像他們如果想要 比如說他們想要選我們一般選區的議員的話 他們要放棄這個原住民身份 很奇怪吧 然後放棄以後就不能回覆了 這個你 不問他們 不可能 知道 謝謝 謝謝